南韓人气女团BLACKPINK去年带着新专辑BORN PINK回归后,便展开了睽違三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,在18、19日来到台湾高雄开唱,直接引发台粉的BT热潮,演唱会现场更捕捉到许多艺人到场。 演唱会结束后的隔日一早,BLACKPINK坐车也抵达小港机场,成员们搭乘专机返回韩国。 这几点来的? 5点 5点啊?怎么会那么早想来这里? 因为他说6点到,然后我怕他会及早到,然后我就5点来。 你春晚有去听演唱会吗? 有 你回去有没有睡觉? 睡不着 为什么? 因为想说我怕睡过头,然后就5点来。 就干脆一直都没睡? 就想来送他们一层? 对 这样等多久也不晓得? 不知道 因为昨天有警察说是6点,可是现在已经6点多了,还没开始。 所以你5点钟就来了? 对 一个晚上都没睡? 对啊,太紧张了。 你们是住高雄吗? 对啊 那今天几点来的? 刚刚 刚刚大概几点? 6点 大概快6点 昨天晚上有去听演唱会吗? 有啊 昨天晚上这样回去有没有睡觉? 没有啊 爽到睡不着 就是怕睡过头是不是? 对 那你觉得他们这次来台湾你们感觉怎么样? 很兴奋啊 睡昨晚都没睡觉? 没什么睡 就是要送他们回韩国? 对 在BLOCKPINK台湾演唱会结束后 大家都十分期待成员们发文 不过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 都是先宣传至色即将在月底登场的solo 也让粉丝十分期待 毕竟演唱会上看见这些高低音的驾驭以及精湛舞蹈 都让这次solo回归讨论更加热烈 而首先向高雄厂粉丝喊话的就是有澳洲野玫瑰之称的成员Rose 20日她便在IG发文放上自己的后台花絮照 并写下BLOCKPINK台湾 可以看出这次在高雄演出她十分满意 另外经纪公司YG娱乐也筛出台湾厂的高清照 除了满片的粉色灯海以及彩带海场景 另外还有四位成员在台上竞歌热舞的照片 让粉丝们十分激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